11月1日由空正文工团著名歌唱家言当当担任主演 由大一哥朱之文习丹女孩任叶丽等参演 以全国道德模板 2013年最美一生称号获得着中京世纪为创作原型的公益微电影幸福心律 在京举办首映礼 当天最美一生中京本人也赶到现场 看过影片之后对言当当的表演赞亦有加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演员林永健也在片中有情现身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林永健也在表示不要报仇一定要参与到这一部戏当中呢 我们俩首先是都是空军的 然后我们俩有过可以说生死之交 因为在08年抗震的时候 我们俩在一线四川汶川 我跟林永健我们俩分在一个组 当时有余震所有的那个山体滑坡 然后在震的时候 林永健哥哥就抓着我的手往外冲 那个时候很危险 就是说我们在余震的时候 我们就那种感觉哇是是战友 然后是兄妹 作为一名歌唱家 幸福心律是言当当的首次触电 自然免不了要向林永健请教一二了 当然有请教了 我们俩在电话有沟通过 然后他说这个片子首先是乡村医生 他说首先不能够浓妆 所以在片子呈现出来的时候 是我是素颜的没有化妆的 他说可能跟你在平时在很华丽的舞台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感觉给放下来才可以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